大家好,批评书 继续扯闲片 这个中南海北京包子里的闲片 今天的闲片主要是集中在天安门广场 我一好朋友,人住在芝加哥 比我政治敏感 比我会发现扯闲片的话题 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说小何,天安门广场被管制了 现在进去要预约 没有预约不能进去 而且每次进去的话 最多只能一个单预约七个人 说什么一堆 天安门广场 我们在北京住这么多年的人知道 老早就是全面管制的 但是说实话你进去是可以的 进去以后呢 你不要一驮人搞在一块 你知道吗 两三个人他没人管你的 说话要注意点 你不能说毛纳肉那不行 你说要是有一个人说毛纳肉这个时候 就是如果醒过来了以后 他会干嘛呢 这时候立马会有变异 因为他们身上都有非常高效率的切听器 你说啥话他都知道 所以不要能说话 也不要几个人在一起走动 分开保持距离 偶尔呢 这个便衣呢 他会进来查身份证 是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 在北京生活很久的人 他都知道天安门广场那个地方 能不去就不去 千万不要进去 所以你在天安门广场 你看到的那几个人 百分之九十都是便衣 百分之十是外地过来的 那北京旅游的 那参观的老头老太是吧 小孩 他都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情况 也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死了很多人 那地方特别不吉利 北京本地人不去 像我们在北京开车 我们都尽量不走长安街 不经过天安门广场的门口 那条街道是吧 特别麻烦 而且每次走过去 在车里面都一万头 超他妈管过 都要对着天安门沉头 和毛蓝肉 那树一个中指 特别恶心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经过 宁愿走二环三环 那么绕一绕是吧 最实在不行 走宣武门大街 走后面那条街 可以的 干嘛一定要走这个什么什么 天安门广场的 烦死了都 那时候架不住 很多外地的脑残 要过去沾养毛蜡肉 所以那个地方也是怎么说呢 就是用一些用俗的话讲 叫兵家逼争之地 所谓兵家就是共产党的内斗 他都是 你像当年的六四 其实也是一场共产党的内斗 你后来发现是不是 就邓小平 他们这帮老东西 和赵紫阳 活跃帮他们之间的内斗 然后呢 最后一批学生死在那里 一批市民死在那里 就是当了梯子羊 当了殉葬品 你说是不是 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昨天我做了一些视频 就讲说这个现在很多个 上百万人 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 不行去上街 这种东西其实 有些人说你又造谣传谣 有时有这个事情 但是没那么多人 你错了 我今天问的我北京的朋友 真实的走路上班的人 比这个一百万人还要多 因为现在疫情管制 非常的严重 你要上班怎么办 只能走路 没有办法 但是你要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最怕的就是你上街 是吧 比如说你如果50人 穿过天安门 你绝对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你很多个相关的部门的领导 什么工作人都要开除的 都要追查责任的 哪一年呢 是我都忘了 是艾未未嘛 就带了几个这个在草场地 在七九八草场地 搞艺术的一帮人 就拿举了个牌子 是吧 其实没多少人吧 当时也就是十来个人 举了个牌子 但是从天安门经过 然后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艺术 游行示威吗 你知道当时有多严重吗 中央政治局委员里面 都有人为此要做检讨 要承认错误 你如果承认错误 承认的不好的话 都要开除你的党籍 或者是降你的职位 你知道吗 因为八九六四之后 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北京你从来没有在街上 见到过很多人 成群的聚集 它都被视为是群体性事件 北京这些年只有一个地方 是可以群体性的聚集的 就是那个国家信访办的门口 但是那个地方信访办 虽然是很多人在那里上访排队 但是它是管制的死死的 每个人都管制的死 你要进那个地方 你的身份证 你的各种资料 早就被收集起来了 所以你还不如不去呢 你去等于是进了他的笼子了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场的工作人员 比你的信访人员还要多 而且便于警察一大堆你知道吗 所以天安门广场啊 最近被管这么严 也可以说是很新鲜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说一说 我说了嘛 过去都是可以随便进去的 不用去预约的 你说天安门广场 你怎么个预约法 你想想吧 那么多的地下通道 那么多的路口都可以进去 你预约就得 你把所有的地方都管起来 每一个进口 每一个出口 你都卡死呗 那多大的工作量啊 是不是 你不人为得搞麻烦吗 但是他呢 当然有理由了 就说是是是是 疫情期间嘛 啊 根据这个疫情形势的变化和防控的需要 将事实采取必要的客流疏导 调控措施 是吧 然后在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 这个东西就挺有意思的啊 所以你预约 你想想政府这帮工作人员 他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因为你预约进去你参观 他说了啊 需要收费吗 不收费 免费的 你想想又不收费 然后你要预约 啊 要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网上平台预约 这个时候工作人员他大量的经费 他根本没有前证 没有任何的经济收益 他还要搞这么大的工作工作量 他至于吗 他还不如一刀切管死算了 就干脆一个人都不让进去 肯定是这个路子 要我是他 我肯定这么干 预约你妈有什么好预约的 有什么好看的呀 你们有病啊 给我添麻烦 我还不如在家里搓搓麻将呢 是不是在家 在那个地方扯扯闲飘了 是吧 吹吹牛逼呢 干嘛要预约进去 有什么好看的呢 所以他等于是一道去啊 所以有人就说了啊 我北京的一些哥们 我刚才问了他们一下 他们说哎呀 这种事情就是有几个原因 第一 现在的确有很多个上班族 他步行上街 是吧 步行上街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是你 你根本就打不到车 是吧 你也 你也没法到你的工作场所 很有可能他们步行穿过这个什么 长安街 步行穿过天安门广场 这个东西就麻烦了是吧 因为长安街那个地方 你要步行的 你是过不去的 因为那个上面是不能走路的 你必须要经过地下通道是吧 那地下通道人一多呢 就是个群体型事件呢 所以干脆就把他管死不让你过去 知道吧 你根本就不行走不过去 所以还是前几天说的一个 步行上班的这个急 上百万人步行上班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动作 把他干脆管死算了 当然第二个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习包子在家里睡不着觉嘛 因为他现在处在一个败局嘛 处在一个腿势嘛 他担心呢搞事儿 因为你说啊 在燕郊 在湘河 或者是在 在这个通州 或者是 是在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后面的香山那一带啊 如果有很多人走路上班 那也就算了 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 在长安街上面 有很多人步行 很有可能 现场有人震鼻呼 马上第二次天安门广场事件就来了 那包子里麻烦了 而且这种东西很有可能是 包子里的对手 有意的去导演 去组织这么一场大型的事件 他们当时 为什么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们 那个时候就迅速下台呢 就是他们就认为是 就是有意导演的嘛 就是抓黑手嘛 是不是 抓来抓去 最后抓抓来个什么人 没抓什么人 最后就说赵紫阳有不可推弃的责任呗 一开始说刘晓波是黑手 因为刘晓波是个什么黑手 刘晓波就是个普通老师 那哪有那么大的能量 是不是 后来就是我看了一下 就抓了几个赵紫阳身边的人 比如现在还在推特上 特别活跃的那个老先生 抱同 抱老师 哎 最后就是算了 就进了秦城监狱坐牢去了 然后赵紫阳呢 就被软禁起来了 其实没什么黑手 都是学生自发的 但是 共产党的内部 他一定要搞一个黑手 比如说今天的天安门广场 如果人太多 这个搞不定 这个时候就开始抓黑手了 共产党这是他的套路 知道吧 所以他也担心 共产党的这个习包子的反习派 利用天安门广场这个地方搞事 因为在这个地方搞事的影响大呀 是不是 只要有很多人 别说是几万人 如果有几千人 在天安门广场聚集 然后拍个照片 让老百姓知道 说不定其他老百姓都过去了 那包子迪完了 你知道吗 搞了半天最后又开始了 当然还有第三种特别搞笑的说法 说这个包子迪啊 对这个毛主席毛纳肉啊 那是是爱的不行啊 每天都要去跟他结吻 知道吧 每天都要去瞻仰他 每天都要去 就有人说包子迪是毛泽东的私生子吧 我觉得比较扯了 但是说包子迪给两天要去天安门广场 走几下通道 知道吧 过去瞻眼一下毛主席 毛拿着哎呀 毛主席啊 我想既持你的革命意志啊 我想这个当皇上啊 我想干出一番你这么伟大的事业啊 你你要保佑我啊 是不是 你给我加持点力啊 就这种东西 完了以后在那里看一会儿 有的时候还抱着毛纳肉 一块纳肉摸一摸 想象自己以后有一天死了 也把自己的也搞一个习近平纪念堂 是吧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我以前不是说了吗 是不是 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那么大一空地儿 多麻烦呢 搞那么大空地儿干嘛 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是吧 比这个叫什么科里姆林宫前面的那个广场还要大 没有必要嘛 是不是 要么就把它搞得个街形花园 要么就在修一幢房子 这房子什么房子好呢 那当然盖一个习近平纪念堂 习主席纪念堂最好啊 是不是 说这个天天去去毛毛泽东去去去拥抱 去接吻知道吧 担心毛纳肉的身体上人多了以后 被感染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毛了 然后细胞子又去亲了两下 然后细胞子也被感染了 那麻烦了 所以干脆就被搞死啊 担心毛纳肉被感染 武汉病毒 这我觉得这个话 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道理 有人说这个新冠肺炎 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 那个囊杆和那个地板上面都有啊 真的 那个地板上面以前都是血啊 后来冲干净的 完全铺的全是大理石 挺高级的啊 但是你架不住还是被感染的 哎 所以各种说法啊 总而言这样 总之 细胞子现在是草木皆兵 最怕出大事 最怕很多人聚集在一块啊 所以大家小心 没事啊 北京的本地人根本就不去天安门广场啊 大家都知道 那个地方是实非之地 外地人你没事 不要不要间歇歇的去看 没什么好看的啊 你死了以后也要变成一块纳肉的啊 你你你你你没有意思知道吗 那是一个中国啊 我告诉你 天安门广场那个地方不毁掉 毛纳肉不毁掉啊 毛泽东纪念堂如果不拆掉 中国就是一个僵尸崇拜的国家 这个这个地上啊 这个人类社会最落后的 最野蛮的 最残酷的 最像地狱的地方就是僵尸崇拜 因为人类时候他有崇拜心理嘛 你看我我们有的时候年轻人 我艺术家啊 他跑到西藏去干嘛 他高度崇拜 他去西藏那份高啊 是不是 哇 你看王石跑到这个珠穆喇玛峰 站一站 你以为站了以后 你有多了不起 你还是一个屌丝 还是一个人是不是 你能高到哪去 不啊我上去 我一难中山小啊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心理 然后高度崇拜 这些个还有偶像崇拜 是不是 比如说去庙里面 一堆的木头雕刻的佛 你说他是个木头 你崇拜他干嘛呀 是吧 他的属性就是一块木头 或者一块石头 是吧 你崇拜他有什么用啊 你不傻吗 是不是 所以中国人有些话 都是都是进不起推敲的 人家说大象无形 是吧 那你为什么佛教的那个东西 那么那么个具体的木头雕的那个偶像 你要拜他干嘛 那不有毛病吗 是不是 还有就是最难最难的就是僵尸崇拜 以前这个他们说这个啊 南美的那个地方有个麻雅文明吗 那个地方就是僵尸崇拜 那是最难的文明之一 你知道吗 所以没事不要跑到天门广场去啊 除非你找死啊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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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